市政府閒置在外縣市的土地高達三千六百二十九筆 其中在新北市地方就有兩處都是位在板橋的精華地段 像是位在莊敬路上的住宅區 還有 還有在四三五一文特區正門口的這一片 兩塊土地限值高達五億八千多萬元 兩筆土地寸土寸金 尤其是位在四三五一文特區前 占地高達四百五十八坪 限值三點二億 現在標租作為停車場 但在今年六月之前 還是這副模樣 這些極具價值的土地歷屆執政的市長 都沒有認真的看待過 現今卻多淪為蚊蟲滋養 垃圾堆放 還有雜草叢生的廢棄地 另一頭閒置土地 緊鄰住宅後方 已經雜草叢生 占地兩百七十六坪 公告限值二點六億 面積大價值高 屬於台北市政府資產 卻平白養蚊子好幾年 小旗市我們台北市環保局 活動公測的停車的地方 他很早以前就是開始要啟動都耕 那因為他們就是配合都耕 就變更為廢公用 市府澄清這塊土地過不久 終於將配合都耕進行開發 但根據統計到六月底 台北市轄外室友非公用土地 還有三千六百六十八筆 公告限值超過一百七十一億 其中百分之九十八屬於 轄外公共設施保留地 在產權不完整的情況下 利用空間非常有限 它是公共設施用地 很多部分都是屬於道路用地 未開闢的道路 或者是說它現況其實 雖然它沒有徵收 但是它現況已經在做通行使用了 議員要求是否將境內跟境外 閒置利用的土地建物全面盤點 避免精華地段 再由土地空放多年 平白浪費市產價值